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更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通过相亲来解决终身大事 贴合公园相亲角大概是广州最长的相亲大岛 周末有不少相亲人士到此训练 就我不是让我那个朋友把资料都给我发过来 他就很担忧 但我们这种大连的未有女性会不会很没有失常 我问他 就是问那些资料吧 他都很配合我 真的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些相亲的 只是女孩子俩比较害羞 到了到了 前面前面 这么多人 贵蜜条件不错 研究生毕业 有颜有才 我希望帮他找条件相当的 看起来不错 先拍给他看看感不感兴趣咯 可能对于未婚人士来说 应该更希望找到同样未婚的人吧 有不少短婚经历的人 依然也在追求幸福 经历失败没有放弃 他们值得拥有更好的 现在生活节奏快 工作忙 家务和做饭还是一起分担的好 忙了一整天了 回来还要做家务 确实行 对 对 所以就说有人一起分担会好一点 那你会自己做饭那种吗 这个必须啊 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好多男人都自己 是吧 基本上在我们那里 男的都能够烧得到一手好菜 感觉现在很多男生都会做饭 甚至超越女生 会做饭的男生 还是很有魅力的 我们这一代多数是独生子女 而结婚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除了爱情 亲情同样重要 结婚的话会建议说父母也住在一起吗 不一定说一定要住在一起 你可以就是我有这个能力 然后就可以住在隔壁啊 或者是或者比较近的地方 教训父母是必须的 不可能说自己那么自私 自己又跑得很远的地方 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小哥 对自家经济实力很有信心 但是我家里面有那个部位 我父母我都不用管 今天还不错 替闺蜜找到了感兴趣的男生 不知道鑫河那边进度怎么样 好像看到他被一群阿姨给围了 当下因为考编当务终身大事的人很多 多数男生也会被问工作是否有编制 有编制的人也更希望对方能门当户队 住房子也没所谓 但是工作一定要大家都有编的 我以前就是整天去考编啊 整天去好试啊 不要读好试啊 我们不好啊 叫他读书不要找 找好工作先找 那就过了 找好工作也忙了是不是 对 独身子女总会面对照顾 退休父母的问题 很多阿姨并不是很想让父母 和子女住在一起 在哪里呢 如果你们合着来一起住 合不来以后你怎么处理关系 听妈妈才是习习书的 有能力的话再买一个想法 当然也有看到很开的家长 包容谦让才是家庭和睦的基础 如果你在客想吧 我给你提点建议 稍微转点弯 你看对方吧 能喝得来就互相稍微单待点 你要是说找十天十美的 我肯定没有 你挑人能挑你 对 清河这边的朋友 更希望能找到一个老乡 今后同经同退也好商量 我女儿是准备在这里生活的 她老家在 她有时候过十年 可以不可以去很难 说落叶归根 谁谁想两边分开 她也接过来 可以接过来 其实父母在广州的话 又很包容的 在这里也很好 她能管广州里创业的话 基本她是好的 她已经向往广东了 向往广东了 可算是回来了 太累了 是吧 这样三个多小时啊 不过好就好在 替我朋友找到了 她还比较感兴趣的这一项 不错 虽然说这次 我没有给哥们找到合适的 但是感觉现场挺热闹的 感受到了 这个相亲角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说相亲这个事情 大家也会觉得挺心酸和无奈 但是我到了现场 还是看到了很多温暖和有趣的一面的 整体感觉 大家都是带着真心和坦诚而来的 就很有包容性 仿佛看到了这个城市的缩影 也衷心地祝福大家 早已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加油 加油